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实现了会议记录的修改,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把删除会议给做一下,我们先来把后端的加瓦代码写完,下节课再做好移动端的程序,那么会议记录就可以实现删除了。 我现在切换到手册文档里边了,这一集的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六章第十八小节,既然说我们要删除一条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对应的数据库里边的记录肯定是要删除的,包括跟这个会议对应的工作流实例我们也要删除。 那么删除数据库里边的记录非常的简单,用一个delete语句就可以实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delete语句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我们要删除的是会议表中的记录,那么条件就是会议的ID,那么另外呢这个会议必须的是一个待审批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会议记录呢才可以被删除掉。 这个SQL语句写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DEO接口里边的抽象方法,在这儿呢我们声明一个delete meeting by ID的抽象方法就行了。 那么持久层的代码写完了,接下来就应该写业务层的代码了,那么在这个业务层的接口里边, 声明一个抽象方法,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抽象方法的实现吧,在service接口的实现类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delete方法的实现。 那么在删除数据之前呢,咱们首先把已有的会议记录给查询一下, 因为一会儿向这个工作流项目发出http请求的时候,需要提消一些数据,那在这儿呢我们根据会议的ID啊,把这个要删除的会议信息呢,给查询出来,把这个结果呢保存在一个Hashimap对象里边。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提取一下这个会议记录的UUID啊,包括instance这样的数据,那么再有呢就是会议日期还有会议时间这样的字母串我也提取出来, 然后呢我拼接成一个新的字母串,给它转换成一个日期对象,为什么要转换成日期对象呢? 各位同学你看啊,下面这块有一个条件判断,那么在做条件判断之前,首先我取一下当前的这个系统时间和日期,那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操作呢? 在这儿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条件判断吧,比如说咱们这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参会人都已经准备好了,你说这样的会议应该能被删除吗?肯定不能被删除。 这个EEF已去判断的是某一个会议不足20分钟就要开始了,那这样的会议呢是不能删除的。 上面的EEF条件没有处罚的话,就说明了这个记录是可以删除的,咱们就调一下DO里边的delay的方法,把这个记录给删除掉。 那么返回的这个删除记录条数不等于1的话,那肯定是删除有问题,在这儿呢我就直接抛出一个一场就行了。 那么数据记录删除掉,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工作流的实力给删除掉呢? 因此说呢,接下来咱们就要发出http请求了。 在发送请求之前呢,咱们还是要创建一个jsonobject的对象,往里边去封装一大堆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发出http请求,那么类似的代码之前我们写过,所以一会儿我们在idea里边写这部分代码的时候,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就行了,对吧?各位同学。 我现在切换到idea工具上面了,各位同学咱们去看一下tbmeetingdo.xml文件。 把这个文件打开以后呢,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个delete语句我已经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声明一下这个SQL语句对应的do方法吧。 咱们找一下do,我们去看一下tbmeetingdo,对。 把这个接口打开以后咱们去声明一下抽象的方法,这块是public,返回类型的是int。 接下来呢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deletemeetingbyid。 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咱们规定一下,比如说是intid。 那么现在呢这个抽象的方法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咱们去声明一下业务层的代码。 那么咱们去找一下service接口吧。 在这儿我们去看一下meetingservice,对。 在这个接口里边我们去声明一下抽象的方法。 那么这块返回的类型呢就是y的,不再是int了。 好了同学们,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抽象方法的实现。 这里呢我先把这个方法给创建出来。 在删除会议之前呢咱们首先去查询一下会议的记录。 在这儿呢是根据id来查询会议记录。 返回的结果呢我是给它保存在hashimap里边。 这块呢结果比如说叫做meeting吧。 OK。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从已有的这个数据里边提取UUID啊。 包括这个instance ID。 好了在这儿我先定一个变量叫做UUID。 我们从这个meeting里边去get数据。 这块呢比如说是UUID。 得到的结果是一个object。 我把它转换成是字母串格式的。 接下来呢咱们去取一下这个instance ID。 OK这块也是meeting.get的方法获得的。 那么它的这个传入的参数就是instance ID。 得到的结果呢我们也是要把它转换成字母串的。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从这个meeting里边取一下会议的开始时间。 还有这个会议的日期。 在这儿呢咱们看一下呢就是meeting.get。 我们get的东西呢比如说是date。 拿到这个会议的日期还不够。 接下来呢咱们要做一个字母串的拼接。 这块一定是加一个空格。 那么再往下呢我去获取一下咱们会议的开始时间。 在这儿呢就是get。 那么咱们get的内容呢比如说叫做start。 OK。 拼接完以后的字母串呢就是包含了日期加这个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字母串呢转换成日期对象。 这块借助一下date YouTube里边的parts方法。 OK。 咱们把这个参数呢规定一下。 这个小括号我也给加一下。 这样子呢我现在是拿到了一个日期对象。 那就保存一下吧。 比如说这块呢是datetime类型。 然后呢咱们这个变量的名字就叫做date吧。 OK。 那么再往下呢我要取一下当前的系统时间。 比如说变量的名字叫做no。 这块呢是date YouTube。 然后呢我去调一下date。 OK。 在这呢拿到当前的系统时间。 拿到系统时间以后呢接下来咱们就比较一下吧。 在这写一个一幅一具的条件判断。 首先呢我把这个会议开始时间的往前拨20分钟。 然后呢跟这个当前的系统时间比较一下。 如果这个系统时间晚于这个20分钟的话。 那这样的这个会议肯定是不能删除的对吧。 那么怎么把这个会议的这个日期往前拨20分钟呢? 这个非常的简单。 咱们这个日期类型是datetime类型的。 在datetime这个对象里边呢是有一个offset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可以让我做时间的偏移。 那咱们看一下我们偏移的这个时间单位是个啥。 在这我们要偏移的是分钟。 OK。 那么我们是往前偏移20分钟。 在这就是-20分钟。 OK。 这个时间呢是偏移了。 接下来呢跟这个now做一下比较。 在这呢我把这个now给引用过来。 然后去调一下is after这样的方法。 OK。 那么参数呢咱们传一下。 这块的小过号加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个条件判断呢就是当前时间是晚于这个20分钟。 那肯定是说这个会议马上就开始了。 那这样的会议肯定是不能删除的。 那你要删除这样的会议的话,那我只能给你抛一个异常出来了。 如果这个一复语句没有处罚的话,就说明了咱们这个会议是可以删除的。 那接下来就删除会议呗,对吧。 我把这个删除记录的条数保存在row边量里边。 这块是meeting,deo。 然后调一下delay的方法。 传一下ID就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判断一下这个row的结果。 如果这个row的结果不等于1的话,说明删除还有问题。 那我就抛一个异常出来。 那么各位同学,如果没有走这个一复语句的话,说明咱们的数据就删除成功了。 删除成功以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删除工作流实力了,对吧。 之前我们写过类似的代码,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用来删除工作流实力的。 好了,同学们,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段代码给复制粘贴下来呢,对吧。 下面这段代码你就不要再复制了,因为这个代码是开启一个新的工作流实力。 我们现在会议删除完以后,不需要再开启新的工作流实力。 那么各位同学,咱们复制粘贴代码还是比较有限的。 我就是把这个有限的代码复制粘贴过来就行了。 就是删除工作流实力,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现在切回到手册里边了。 刚才我们把业务层的代码写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外部层的代码给写一下。 外部层的代码呢并不多,比如说首先需要我们创建一个formlay。 这个formlay里边呢只需要生命一个变量就行了,因为是根据ID去删除会议记录嘛。 那在这儿呢就把这个会议ID传进来。 那么该加注紧呢还是要加注紧的,这个也没啥可说的。 那么写好了formlay,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web方法。 在这儿呢规定的是web方法。 那么该加注紧还是要加注紧的,特别是这个权限的验证注紧。 要求用户要么具备root权限,要么具备meetingdelay的权限。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方法里边的内容,其实啊就是调用service方法。 然后呢如果没有任何异常抛出,那就是往这个r对象里边绑定一下sirksize就行了。 就是这么点代码。 好了同学们,我们切换到ideal工具上面,把web层代码给写一下吧。 我现在切回到ideal工具上面了,接下来呢咱们把formlay给创建一下。 这个formlay的名字比如说是delete,接下来呢是meeting, 再往下呢是byid,那么最后再加上一个form。 那么这个formlay生命出来以后呢,连带着我们把注紧给生命一下。 这块的注紧是apmmodal。 这个加瓦类里边的变量只有一个,那么咱们把这个变量给生命一下, 类型的是integer,变量的名字呢叫做id。 它用到的注紧我们也给创建一下,这块是not now。 另外的一个注紧呢是min注紧,里边的参数是1。 那么现在这个formlay有了,接下来我们去把web方法给写一下。 比如说咱们去找一下meetingcontroller,在里边呢我们去声明一个新的web方法。 那么这个web方法呢比如说是public,返回的是一个r对象。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deletemeetingbyid。 OK,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对吧? 其实就是调用service就行了。 那这个web方法用的注紧呢我给写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web方法的参数咱们给加一下。 这块呢是deletemeetingbyidform,参数的名字叫做form, 还是要加注紧的,这块是vally的注紧, 然后呢是requestbody注紧,这个都没啥可说的。 那么再有呢就是调用service里边的方法, 在这呢是meetingservice,我们去调一下delete这个方法, 传一下这个form里边的id。 OK,那么咱们看一下,如果没有任何一项抛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往r对象里边保存结果了。 这块是r.ok,然后呢我们去put一下result, 比如说这块result它的这个值啊, 是一个字无串的success。 好了各位同学,这样子呢我们就把web层代码写完了。 下节课啊我们去写一下移动端的代码。 我们下节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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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